大家早上好 这是又一天的早上了 一天一天过得好快 在这个小旅店呢 还有一个游泳池 一个大池 一个小池 昨天吃完了中餐 来采访了老板娘 挺好 还跑到这边 美国的中部来采访一个老板娘 挺成功的 大家都看到了 我给大家看我是怎么拍这个镜头的 早上好 欢迎来到 一中国女人在美国的视频 视频 没话说了可能有点发贫了是吧 等着我开始给大家拍了 小心灵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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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 怎么样 我来了 我把这个摄像机放到浴巾上 按摩 放到浴巾上 这样好一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高兴 这个小酒店还是挺好 还有泳池 因为上几个呢 是没有 我们很 我现在安排的很奇怪 每一个地方基本是 除了波士顿之后的几天 我们从波士顿到 San Francisco 到旧金山之后的 这几天旅游 都是一天一个 酒店 小酒店挺好 不贵 然后呢 还包早餐 就是B&B嘛 所以就 好几家游泳池 开得挺早 六点多到 半夜十二点 我们昨天晚上到了 所以今天早上 游一游 游一游 太累了 晒得也 晒得也很 很黑 昨天又给大家拍了那个 那个叫百树 对 我特意问了 昨天那个 中国饭店的那个老板娘 四个儿子 够猛的 他家应该是不错 人才都比较旺的 很成功的采访 然后 我就问他 因为我在 我自己里找不到 他说是山树 是山树 是 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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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而且是暖的哟 水的是暖的哟 好好好 在水中 做一些运动 在水中可以做 这很好啊 早上起来 就像我一个人的 私人游泳池 是吧 想象一下 享受不到一小时 也挺好的嘛 你就这样想 是不是 我的私人游泳池 你看 我都帮你打理了 这个私人游泳池 就是时间短一点 也就 我最多在这里停留 40分钟 40分钟 但是也挺好的呀 挺好的呀 想想我是美女了 啊 我是美女 在水中 藍藍的水 绿绿的水 怎么样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没有人就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拍摄机会嘛 你看 还可以到这里 我现在一只手拿着 哈哈哈哈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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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哼 哼哼哼 哼哼哼哼 我就开始笑了 我就总是变得那么 阳光 变那么阳光 不过呢 是应该的吧 应该的吧 大家在很多朋友那么耐心的还看我那么多视频 所以很乐意分享的 啊 哪里有完美的 如果如果从哪里看到我都那么漂亮的话 那我就成明星了哈 大家知道拍电影了的是导演的全全全全体的这个拍摄队 在这拍几个镜头 啊拍化妆师拍的最好啊 最漂亮的角度 所以我们是欣赏欣赏自己欣赏这是爸爸妈妈给的没有办法 哈哈哈 爸爸妈妈给的 我没法我没法选择 哎呀 做的临时拍的不知道说什么 反正给大家看一眼吧 然后吃早餐 等一下给大家拍拍早餐的事 这个小用池很好 这个小的是很热的 哎呀 这个很舒服 刚刚发现 在那边游完了 大家看一眼 真的这种时间和场景 就真的好像是为我安排一样的 特别难得 它这边很好 有躺椅 有台子 还有浴巾 有垃圾桶 这已经是相当好的了 就当我自己的私人的游泳池 就当我自己的私人的游泳池 真的你看多好 然后这个小池子是很暖的 是可以这样泡 好 啊 这个很好 啊 这个很好 啊 这个很暖 就好像泡糖的那种热度 好像在自己家里泡热水 热水池 泡糖的那种 啊 很暖很暖 真的很暖很舒服的 很暖 怎么样 性不性感 要不要性感 嗯 要不要性感 性感可不是什么时间都要的 我觉得 真的 健康就性感了 我觉得 真的奇怪 现代人 为什么非要给自己搞得那么辛苦 为什么要性感 不懂 女人活得挺难的 下得了厨房进得了厅堂 还怎么讲 多难啊 所以今天我谁也不是 我自己 我就在这 泡泡热水澡 越泡越暖 哎呀 真舒服 这位小小 还有这么好的机会 各自己拍点东西 给大家看 水中 我是不是水中芙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自愈自乐 啊 很好玩吧 哎 说真的 那天在唐人街的时候 在华盛顿唐人街 还真是 还真是 我都觉得 这好像就是上帝安排的 为什么呢 就是我正好在拍那个马路的时候 就看到正好 正好那个时间 也就是十来秒钟 一个 还是姥姥是什么 她拖着 一手拖着一个孩子走过去 大家看到那镜头 然后正好是红灯 我这个时间就拍 你这样等可能都不一定等到那个机会 然后再一转过来 正好是另外一条马路 那个马路呢 正好有两个美女儿走过来 就是二十来岁的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 这都是时间给我安排的 让我来拍这个 我们很匆匆忙忙的 就在唐人街就这么走过去了 因为确实是 去看那个 就是国家艺术馆嘛 所以就 我觉得这都是 真的像可以帮我安排一样 所以拍摄也觉得 我也觉得挺 挺有 挺感激的 像今天这个时间也是 你看 没有人 真的 这会儿已经快八点了 没有人 那就给我自己一时间 我就在这里讲 然后给大家录 大家又看到我 很清晰 是不是 然后就可以享受一下 哎呀 说完了 我现在要关机了 我要 对 昨天在那个溪流里 我没拍 他那个河 我们走 沿着那个山 走的时候 那个河呢 非常非常的冰冷 那水 所以我们脚在里头 就站了一阵时间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瀑布 那个大瀑布 太壮观了 我真的没有拍 太累 而且我 导时差的那种状态很不好 没给大家拍 瀑布哗哗拍下来 然后有些几个泰国孩子 还有一些欧洲的男子 从另外一个角度往下跳 那个大瀑布 很大很大 然后水是冰凉冰凉的 然后还有些山倾泻下来的 那个山的大巨石 那种巨石的那种大真的 然后你就感受到 哎我的天 这是可能是几百年前的 这种山峰崩裂 然后倒塌 然后巨大的石 灰色的 一个挨一个的这样排列 我说哎我的天 我在网上看 我说什么时候再发生第二次 发生第二次 因为它这个山确实是 会再坍塌吗 因为它石头那峭壁的裂缝 都会坍落下来 所以我说哎呀可能还有 可能是一个小时之后 还是此时此刻 还是一百年之后再一次坍塌 因为坍塌之后的第一次呢 它那个很多树就又长出来 那些树长得至少有五十年的树了 所以我在那儿挺感慨 也挺恐惧的 因为很近 就是在那个 他们设在这个路上 我就应该把那个拍了 但是很遗憾 所以就能给大家讲了 好 感触人生 感触我们对大自然的这种敬畏 而且呢 发现自己实在是太渺小了 之后还是要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嘛 就是这样 我们中国人感触太多 确实是 确实太多 哎 好 那我现在好好泡浴了 我不理你们了啊 谢谢您的收看 非常感激 再见 阳光明媚的早上 太好了 一定给大家拍一杯 我住的酒店 啊 这可不是一般的酒店 这可是 春阳牡丹住的酒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叫什么 Country in and the sweetest sweets 哈哈 今天应该是当地时间星期一的早上了 我们去吃一个自助餐 自助早餐 自助早餐 这可不是一般的早餐 这可是春阳牡丹吃的早餐啊 哈哈 我拍这个可是为 是中国朋友 他们没来过美国的人拍的哦 这是酸奶 冰柜里头的 然后这个是叫什么 麦片 然后下面一拧一拧就进来 然后有牛奶 这是 这是正门把面包放进去的 这样子 放进去 然后等一下会跳出来 这是一些面包 然后这是果汁器 果汁 然后咖啡 看有很多茶袋 很多种 很多种茶袋 这是装牛奶的 然后有糖 这个是糖 然后下面茶袋 然后这是 然后这个是热水 咖啡 咖啡 这个是续除了一些咖啡因的 然后这个里边有 嗯 嗯 香肠 土豆 还有鸡蛋饼 是什么 奶油 奶油 水果 还算健康了 是吧 还算健康了 然后这边是各种 这东西都是不健康的 这都是 酱 然后这个是 这个好 这是英国牌子的 麦片煮好的 这个是真实还不错 但是真没有胃口 自己做 自己做 嗯 这个叫什么 那种饼 压出来 压出来这种效果 这不很好吗 多新鲜啊 这是碗筷 嗯 茶杯 大家记住哦 这个是水杯哦 放果汁的 果汁的 放凉的东西 这个是放热的 这种杯 因为真的没有来到国外的 不太知道 这个是喝热茶咖啡的 这是刀叉 纸巾 盘子碗 这碗呢 一定是吃水果 跟麦片之类的 盘子呢 就吃鸡蛋饼啊 这样子 这个是我老公 我们到外边 坐在外边 整个这个环境 很简单 很简单 这个 烤了点过 这个温度可以调的 可以高温度 低温度的 就有点烤热了 我没看刚才 应该拿这个酱夹出来 这个不是一般的早餐 这个是吃鸡蛋的早餐 好好好 多好看呢 看这颜色 放在一起 最后还是这个 我最喜欢这里的橙汁 橙汁是最新鲜的 有一点点糖味 所以我相信吃原始食物 是最好的 原始食物 只要说这样 像这个橙子 那肯定是最好吃的 哎 配我的上衣今天 是吧 所以 咖啡也不错 他们今天的咖啡是 写着是 那种英文的意思是比较高级的 是比较好的吧 比较好质量的 比较好质量的 我应该拿这个 好质量的 好质量的 你来拿这个 好质量的 感谢观看